为了使印刷品产生特别的视觉或触觉效果 通常会加入不同的制作工艺 效果成千上万 那岂不是很难记住 其实这些效果都是由四种主要工艺组合而成 它们分别是烫金 镂空 特殊涂层 浮雕 烫金是把金银等金属活料压制到文字或图形上 使之呈现金属光泽 镂空是指通过传统印刷刀板 在印刷品上压制出各种传统的效果 现代也有通过激光切割的方法 做出镂空的效果 特殊涂层 是指在印刷品上添加UV光油 甚至其他特别材料的涂层 使印刷屏表面呈现特异的效果 增加涂层后的印刷布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凸起 浮雕 续纸纸面的图案或者文字呈现凹凸的效果 所以也被称为压凹凸 制作浮雕效果 使用凹凸两套模具 把纸品放在模具之间 通过一定的压力 纸品就会变形 产生凹凸立体效果 这些工艺交互组合使用 加上不同的印刷材质的变化 就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印刷效果 一张制作精美的印刷品 可能经过多种印刷工艺制作而成 就好像四色印刷 特殊涂层 浮雕 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